欢迎来到今天的科技部人文沙龙计划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陈国荣中央大学外文系的老师 目前也担任文学院的院长 那我今天之所以会站在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我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 那另外一个我也是代班主持人 为什么说呢 因为我想这场活动原来是预计在 6月4号在淡江大学举办的 当时那个淡江大学的蔡振兴老师 以及英文系的主任林一帝主任 都非常积极的帮忙 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所以我们那场就延起 那一直都延到今天来举办 那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当时蔡振兴老师 跟林一帝主任的帮忙 我们也很希望说很快的有机会 再去淡江大学举办 因为今天难得有机会站上台 平常我都是在幕后的 除了这个最后拍照合照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下 那我想说就介绍一下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从2017年的5月开始举办 第一场一直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那当时这个计划是科技部所赞助 一开始科技部主动赞助的 那我们希望以科普以及这个通俗的方式呢 来推广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 那我在接下这个讲者的时候呢 常常讲者会问说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简单 我说不会太简单 我说你越简单越好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广 所以希望把你研究 这个高深的研究学问呢 能以这个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这个读者来了解 那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 那目前我们今天举办了48场 今天是第49场 那我们这个内容包含这个人文思 就是人文领域的六个领域 比如说中国文学啊 台湾文学啊 外国文学啊 语言学啊 历史 哲学 艺术 那艺术当然包含这个音乐啊 舞蹈啊 建筑等等 我们也跨足道这个心理学跟社会学都有 那我们举办的地点呢 是已经走完全国的所有的县市 从这个基隆到屏东 从这边就说假设彰化到花莲 我们全部都踏遍 而且我们去外岛金门 马祖 澎湖也都有两次以上 所以这个活动已经是推广的 非常非常的大范围 那所有的这个县市 以及这个甚至一些 无视学校单位 我们都去了 我们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大专院校举办 可是我们也在中学举办 我们甚至在小学也举办过 那小学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那我们也在比如说一些非学校单位 就比如说台湾文学馆啊 还有这个工研院 我们都举办过 那么活动进行的方式 最主要是有现场听众 还有现场直播 那直播完之后呢 我们大概通常在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就会下架 下架之后呢 我们就会剪辑影片 剪辑影片 然后呢放在YouTube 我们YouTube有个专属的网站 叫做只要大家打上科技部人文沙龙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最近这半年来 因为没有办活动 所以我们也开始在做一些字幕 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 这个影片都已经加上字幕 虽然说是比较用通俗的方式 但是毕竟还是一些专业的这个活动 所以呢我们希望加上字幕 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 那我们的活动记要 也会在科技部人文沙龙 抱歉 是科技部人文简讯发表 想接下来呢 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跟分享 那至于这个开不开小叮当就无所谓了 然后按赞的话 如果大家觉得演讲活动不错 也帮忙按个赞 那我今天介绍一下我们的讲者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这个成功大学外文系的张淑丽老师 来担任主讲 那张淑丽老师目前也是 科技部人文师的外文学门召集人 那当然他也是我这个很久的朋友 我今天也非常高兴 他很这个意气地来请这个活动 那我们的语谈人是蔡美玉老师 她是中中大学外文系的老师 那当然也就是我的同事 所以我们今天举办的场地呢 虽然说我们上面没写 可是实际上在我们学校里面举办 因为目前大家知道的原因 所以呢我们现场没有什么听众 但大家都是采取防疫的措施 非常的严格 那这个讲题大家可以看 说是漫画漫画 跨媒界的艺术张力 说实在我这个是完全外行了 那前一阵子呢 我几个有一些学生 推荐我看那个什么 晋级的巨人 当时我就问学生个问题 可是你也知道学生 常问我其实他们都不回答了 上课也一样了 对不对 我问说到底 如果一个荧幕双叶显示的时候 到底是左边看到右边 还是右边看到 先看哪一张 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 对话的框框呢 到底是哪一边开始看 我说实在话 我常常还是搞不太清楚 那这个 我想这个所谓的漫画 或是 如果英文来讲 comics或manga 或是graphic novel 或是graphic literature 最近是非常非常的流行 那中文翻译有时候翻图像叙事 有时候翻视觉文学 有时候翻图文小说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翻译 各种不同的翻译 那当然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 我前一阵子才看到一些文章 所以大家以为说 那这个是不是图像文叙事 是不是从这个20世纪 21世纪的开始呢 那很多人是开始研究 所谓古希腊时期的这个图像叙事 那我也是觉得蛮惊讶的 那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长 那我也想不多占用时间 我们很快地就希望 把这个一些简介讲完 稍微热场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就欢迎 这个张鼠黎老师 非常感谢 就是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有机会 来到中正大学 从五月到现在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台南市 所以觉得也是蛮新鲜的 论如何今天有机会到这个地方 我有很多的感谢 我要感谢科技部 人文沙龙的主办单位的邀请 那我也要感谢 中正大学文学院 陈国荣院长也是我大学的同学 他的这个费心的筹划 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那也要感谢我今天的回应人 他对我这一路上来的加油跟打气 那其实对他除了感谢之外 还有点抱歉 我直到上个礼拜五的晚间才帮我自己的第一稿的简报寄交给他 其实他大概只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做这样相关的准备 这个时间还是真的是非常的仓促 所以这点还是谢谢他的体谅 那无论如何我今天呢是来这边是要谈的是漫画 那漫画呢就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我认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最近几年 我在做研究上面主要的一个课题 在不同的场合我有跟不同的朋友解释过 就开始转向做漫画研究 并不代表说我自己是一个漫画迷 而最早的动机纯粹是因为 在我的教学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有一群的学生 其实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是在 他在读漫画 他在看动漫 他在打电动 对于这些的学生来说 我觉得我必须要认可他们做的一些活动 但是从教学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很希望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东西 他们所使用的话语 这样的话在课堂上 我跟学生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比较能够使用他们的语言 跟他们进行比较深度的一些交流 所以我就想更加的了解 他们所看的漫画是什么东西 同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 常常在读漫画的这些从学生们 他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阅读活动 所以他们其实平常是采取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阅读的策略 这样子的阅读策略 其实是跟我们在课堂上面 想带给他们的东西 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动机 那么做了这样子的研究之后 那研究了一阵子之后 其实我是自己是觉得 在中心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我至少在我自己 为了这一次跟大家的这个谈话 稍微去反省了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是 pleasantly surprised 就是我自己觉得有两点 是特别想到这边跟大家去分享的 就是第一个漫画 大概大家都知道 它确实是一个有图有文字的 它是一个跨媒介的东西 就是因为有文字有图像 其实它必然情节发展上面 它会双线 有些时候这个双线的发展 并不一定就是同步 这个图跟文之间会产生一点点 莫名其妙的紧张关系 这样子的紧张关系 我发现蛮妙的 它有点打破了我这一路以来 我们在课堂上面 或者我过去学习的 到这一路的情节 故事情节 应该要发展的一种线性的 就是从开始到有高潮 到最后结尾 这种线性的发展 我觉得这蛮妙的 它使用的媒介 就使得我必须重新去帮我过去的某一套 叙事的理论要重新打破 再重新再拼凑起来 这是我觉得第一点蛮有趣的地方 第二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 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 我也这样子坦白的说 就算在今天 漫画还是一个非常不入流的东西 但是正是因为它不入流 所以漫画它在主题上面 往往更为大胆 它碰触到很多 在主流的文学上面 可能不愿意去碰触的一些课题 所以在题目上面 主题上面 往往就可以发现说 它让我去重新去思考 过去我那一套 我学到的就人文的一种思想 去思考的那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它有点挑战 我过去的那一套人文核心的一些价值观 那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就是在这两点上面呢 我就大概就是今天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 这一路以来的一个研究的心得 那今天呢 我大概就分两个方向 我把我今天的谈话 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在第一个部分呢 我大概就先谈 要谈漫画是什么 是what 有势必要谈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欧美的学界 他们是怎么样去谈 漫画是怎么样去说故事的 就是漫画怎么样去透过图 它画面上面 文字跟图像 它怎么样去组织一下这些视觉上的资讯呢 这个叙事文法是什么 那接下来呢 大概 我也自己也知道 在任何一次这样子谈话当中 其实时间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这边有准备了一些个案 我想透过个案去阐述我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也会掌握时间 就是时间个案也未必我全部都会带到 就是看时间到什么地方 我们就带到什么地方 那漫画呢 其实正式的崛起大概已经差不多是在 尤其在欧美的话 大概已经有一个世纪左右了 那么在这个世纪当中呢 漫画的读者呢 他就制成了一个社群 他这样一个社群呢 他们其实是非常有热情的 他们这群漫画的读者非常有热情 然后这些漫画呢 也就是陪着这些的读者 度过这些人 他们的年轻的一些岁月 然后过去这一百年来当中 漫画也漫画整体来说 也没有辜负了这些读者的热情的支持 在内容上 在表达形式上面 都越来的越丰富 越来越的越多元 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的读者 有一些学者 开始用一些几个不同的方向 来去研究漫画 比较大的框架上面呢 有些时候是从一个教育学习上面呢 社会互动上面呢 从一个认知科学的角度 从一个叙事学的角度 或者是从一个文化研究 这就是从大的框架上面下去 但是有更多的学者 他可能就是先抓住一个漫画作品 他聚焦地做一个 这个漫画作品的一个 他形式表达 或者他主题呈现上面的一个监督 就是比较从个案角度的一个发展 但无论如何 漫画的研究在过去 在这段时间已经开始崛起 虽然还没有是真正受到学界里面 在一个人文学有一种研究上的转向 转向视觉化 转向跨媒界化 所以我们这边台湾呢 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研究成果 研究心得跟大家分享 那么谈漫画就先提到谈漫画是什么东西 他英文刚才陈渊长也提到了 就是comic这个字 这comic这个字蛮妙的 就是它其实有两个含义 一个含义就是我们有一种作品 我们叫做漫画 然后这个漫画之所以是为漫画 是因为它使用的表达它的意义的媒介 它的工具是有图有文 它这种图文那种混搭的东西 这个媒介这个工具叫做漫画 而使用这个工具所制造出来的作品或产品 也是漫画也叫做漫画 所以它同时是媒介是工具 它同时也是作品也是产品 所以它在有些时候 学界里面在使用comic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明明我们看到是同一个字comics 其实他们后面讲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比较有趣的是大家都同意 不管你是讲你用comic这个字眼 你这个时候是指的是它的媒介 这是它的这个工具 还是你讲的是这个作品 但基本上漫画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有图有文 这点是它的一个形式上的最大的一个特质 那它的特质 它的最大的特质是它最大的优势 也是它过去发展以来最大的致命商 因为它有图 所以对一些从比较聚焦在图像表达的艺术家来说 漫画它的图 它里面的它的图太出糟了 真的很不艺术 但是相反的对于比较聚焦在 比较专注在文字表达的文学研究者来说的话 漫画里面使用的文字也太平民化了 完全不华丽 因此也就不文学 所以它基本上是在两个悬门当中都不被箭带 它基本上夹在两个悬门当中 所以这就是它在过去一段时间研究上的处境 然后有一段时间其实在漫画研究者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想要证明漫画的艺术价值或者它的文学性 其实也许这样的做法都是向主流去 就是有人说还是向主流去靠拢 那么无论如何 但这个转类点是在巴黎年代 当那个第一部作品叫做《Mouse》 就是在1979到1980年代出来的这个作品 那个《Art Spiegelman》 他用漫画的形式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历史 一个严肃的议题 就是犹太大屠杀的那段经历 那这个作品出来之后 就是整个的学界就是基本上就是震撼 那么在这个80年代陆陆续续 还出现了一些的作品 他们都是基本上是票房口碑都非常好 包括了Ellen Moore的《Watchmen 守望者》 包括了Frank Miller 他的一个《暗黑骑士》三部曲 讲的是蝙蝠侠的故事 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很好的作品 都在80年代出现 当有这么一堆好的作品出现的时候 学界也都开始慢慢的注意漫画的发展 但因为学界开始注意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说 那我们必须要为漫画这个行 应该是说漫画证明 comic这个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太轻薄短小了 那我们应该要换一个词汇 那我们应该要叫它什么呢 那么第一个提议的就是帮它叫做graphic novel 我们叫做图像小说 那么这个字眼出来之后 其实马上学界就是炸锅了 那么大家就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非要试 novel 不可 为什么一定要落在 novel 小说那种 有开头结尾的那样子的一个框架 大家说我不要 我不要被 novel 设限 马上就炒成一团 这样子一个学界的美意 他们提出来说 我们干脆把它叫做graphic novel 图像小说 连那个知名的像是 Ospiegelman 知名的漫画家都跳出来说 No way 我绝对不要 他们基本上是完全不领情 所以这个争论了蛮久 这大概到2006年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 一个大漫画研究者 就是Hillary Schulte 修特女士 她提出另外一个字眼就是说 不如我们就比较帮我们的焦点 放在她的叙事文法上面 我们就开始叫她graphic narrative 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学术的一个词汇 叫做一个图像叙事或图文叙事 我自己个人 我持续用一个比较约定俗成的做法 就叫做漫画 因为我就不觉得漫画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那我待会还会再解释一下我的原因 那我这边就是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科普 在漫画研究在过去发展的20年来说 大概的重心就是在讲这个漫画它的文法 它的修持 修持的文法 也就是说它用什么样的原则 去组织这个页面上的一些资讯 两套说法 一套叫做序列说 sequentiality 那漫画就是这 基本上就是按照图格的摆放次序来讲故事 另外一套说法叫做编结说 那编结说的说法就是说 漫画讲 它有的时候它讲故事的方式是跳跃式的 那我这边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给大家看两页 这两页都来自于watchman 守望者 都是来自于同一部小说 左边这一页呢 是它的第二页 或者我叫它第一页 因为第一页叫做cover page 封面页 但无论如何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明显 它就是 我这边底下有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它发展的次序 它引导的读者按照这个次序 从画格一二三四五六七 由左到右 由上而下才Z日行 也就是它图格是这样子的编排 而它的情节也是这样子的发展 非常线性的 就是往前发展的一种方式 这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发展方式 那我这故事的情节 我这边就暂时不谈 因为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焦点 那这个地方也是相同的 还是守望者的故事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它的情节就比较有意思了 它其实在这个薄薄的一页 总共也只有七个画格 它其实是三个不同故事情节绑在一起 在我们再看 我这边稍微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来 一三五是讲一个故事 二四六是讲一个故事 七又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场景 那它的这三个故事呢 它的时间跟地点又各不相同 有些时候是现在 有些时候是讲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它的时间跟它的空间 又变得非常的复杂 都非常的跳跃 基本上就是这么两套说法 那我先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框架 那我接下来就是引用了一个 我自己读了之后 觉得收益蛮多的一个 一个德国的学者 叫做Hosterkote 我相信我德语发音一定很烂 我们系上德语老师大概 大概听到会觉得很难过 但是我还是持续用这样 Hosterkote 它在一篇短文当中 它举用一些实例 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 给大家分享 它引用了两本不同的小说 漫画小说 这个漫画 一个是Alan Moore 我刚才大家已经看过 就是Watchmen 守望者的第二页 另外呢 它也引用了 叫做The Sandman Neil Gaiman 叫做盖曼 它的那个The Sandman 中文翻译成睡魔 它也引用了第二页 它帮着两页并置在一起 那跟我们解释一下说 漫画基本上是怎么样去 去讲故事的 用图像来讲故事 那他说那之后呢 他透过这样并置之后 他最后提出他自己一个观点 那我们这边就很快地从这边出发 那有了这样子这一个基本的 我们就先看看Hoster Cote 怎么解释这一页 那我大概整理一下他的观点 因为他的论述其实蛮长的 他由这一页 这个漫画 刚才陈院长也提到 基本上都是左右两页并置 你看得出来这左右两页 它是非常的序列的安排 它不但是序列的安排 在画页上有几点东西是让我们特别注意的 就是其实它第一页在这个地方 你大看之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再看到这边这个画格的时候 就知道说这个黄色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大大的笑脸 然后这红色的东西 其实是一滩掉落在 坐落在这个人行道上的雪坡 所以它有两个地方非常特别 让我们注意 第一个是它利用一个笑脸 掉落 跌落在雪坡当中的笑脸 它制造一个视觉上的反差 而带出一个意义上面 它这个小说里面想要带出一个主题上的深意 就是说你如果是雪 必然是使用暴力的结果 那你暴力的使用 怎么可能带出一个 让人家会开怀大笑的结果 也就是说它这个小说的主题就是 到底我们使用暴力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是不是 那我跳远一点 这个小说真正要说的是 你用暴力以暴制暴 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来正义 带来和平 它这个透过图像 它已经从第一个画格 就开始召唤出那个意义 这是第一个它要说的事情 它第二个它要说的事情 这也是我整理出来的 因为它自己本人没说 我觉得它在这样的讨论的过程当中 它要告诉我们说 Ellen Moore他其实已经受到了 电影拍摄手法的影响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图格设计 它是用摄影的手法 所以你随着它的发展的方向 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读者 就好像是观众 我们其实是 镜头是由近慢慢的越拉越远 越拉越远 直到最后一个画格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似乎是 where's the pointer anyway so 我们似乎是 好像是站在这一位 男士的那个角度 踩一个最高的至高点 由上而下的俯瞰全局 也就是说 它基本上要带的是说 你好像就是 你在这么高的 你读着你这个 几乎站在一个上帝的视角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看着底下 你就知道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它要透过这样的反差 当然也是要提出来说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东西 就算我们站在至高点 全知全能的观念 实际上可能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这个小说最后 其实我这边也稍微跳远一点点 可能要再带出来就是说 就算我们知道了 到后来我们可能也什么都做不到 它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 那么刚才那个 刚才Hostokote 他用了那样子的一个话页 就带出来说 序列说 是序列说的一个说法 那序列说的说法 Hostokote 这个学者他要说的是 事实上是不适用于 协助我们阅读这一页的 我们到了一个不同的小说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他有不同的反差 同时有页面他图像和画格文字 他组织的不同的文法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一页 就是我们在教室里面 跟学生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通常这个时候 让他们稍微停顿一下 自己讨论一下 还蛮有趣的一个活动 他们自己讨论十分钟 应该没有问题 那基本上 这一页当中 比较有趣的是 这也还是一样 左面跟右面 左面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细谈 我们随意一看就知道 他的绘画的风格 非常不写实 右边的其实颇为写实 他的明亮色泽也都不一样 画格这边就是有非常大的 就好像我们在看到 两个世界并存在那个地方 那在左边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看到的是 隐隐约约当中 好像有个人脸浮现 他好像是浮现吧 或者是他被一个网子 或者是一个面纱所遮住 但是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只看到他 他非常发亮的双眼 那右边呢 我们乍看之下 他有点像刚才守望者的那个页面 他这边有一格 一二三四五 五层画格 所以他好像也是让我们去 从上而下 由左而右的阅读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画页当中 至少有底下的底层 跟上面的前面 所以有个背景 还有一个前景 似乎在背景上面 这个背景是占据了整个页面 似乎 然后在这个背景的上端 又被其他的画格所覆盖上去 所以他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层次的一个效果 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堆叠的效果 因为它堆叠我们就看不到后面了 无论如何 他这样的画页 我就不细谈 他的其他组织的一些原则 那我要谈的是他堆叠的效果 他这个复成的效果 那这种形式上 当我们发现他形式上是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回想说 这个故事他在讲什么东西 这个故事他讲的东西是说 他当然是一个架空的历史 讲的是说世界上有七个大神 他的大神掌管我们的生死睡眠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读过希腊神话 大概就知道那些大神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么但是世界上也有一群人 他们钻研魔法 那么他们在 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有一个技术 他们发现了一本魔法书 他们这个魔法书能够协助他们 绑架了我们叫做死神 他们绑架了死神的话 他们就可以永生不老 但是呢 他们在绑架死神的计划大阴谋 在执行的过程出了错 他们没有绑到死神 他们绑到了睡魔 睡神 那这睡魔呢 就被他们绑架之后囚禁了数十年 那么在数十年当中 这个掌管我们睡眠的神被关起来了 就使得我们白天黑夜清醒睡眠 他的边界变得模糊 两个世界原来界限应该非常清醒的 变得非常的模糊 变得交叠变得堆叠 所以这边我们要讲的是 这漫画有意思的就是 他形式上 他会用这样子的一种绘制的方法 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画歌 其实也是跟他想要带出的主题 是实习相关的 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相当呼应的关系 Hostokote同时呢 这也是我们在课堂上可以做的作业 就是我们如果拿出这一页 这是那个睡魔的第三页 这个第三页呢 我们就可以 我至少在课堂上跟学生说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他有几层 我们要怎么样去分析这个画格的 他的一个他的叙事 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讲故事的 那很快的过去 就至少我们会发现 他这边有最底层这个地方 有一个框框 框框给我们的感觉 就好像什么东西被封闭在里面 但是无论如何在框框的上面 我们还发现有三个大的圆框框 这圆框框是覆盖在框框的上面 然后圆框里面有一些人物的特写 然后这两个圆框框 两个人物正在彼此挣扎的过程当中 中间还有一个看起来非常邪恶的眼睛的特写 那在上面 在这些圆框框跟方框框之间 我们还有上下两个井 这两个场景分别是两个人物 他们似乎在进行一场交易 但是这两个场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两个人看起来都不像是好人 他们的我们做读者观看他们的角度 在上面跟下面做了一个180度的翻转 所以原来坐在右边的人跑到左边 原来站在左边的人跑到右边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场景 那由这样子一个例子 Hoch the Cote就是说 你看碰到这样子的画页 而这是活生生的 这是出版的一个漫画小说 你还拿序列说这种说法去 你用这样子的框架 诠释框架去解释这样子的画页 那你能够解释什么东西呢 他因此提出他的观点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想想 那显然我们过去那一套序列说不够用了 不足以不堪使用 因此他就引用了法国一个学者的说法 的Gromstein 法国的一个学者 他提出了另外一个说法 他的关键词汇是 关节网络之类的概念 OK 编辑的概念 那Gromstein 简单来说 我对他的理解是说 在序列说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对漫画的一个结构原则 是以画格做一个结构原则 所以我们画格画格画格 一个画格一个画格的方式去 序列的一个前进 我们阅读的时候是顺着画格去发展的 那Gromstein是说 其实漫画没有那么简单 就算是画格里面 还有各种不同的点 不同的线 不同的面 所以他说我们应该要回去 去谈它的点 它的线 它的面 如果我们谈点跟点之间 或者线跟线之间 它就会有一个交集 那个交集就是关节 就是一个joint 那个很多的joint合在一起 它就会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它会形成一个网络 热死的漫画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说 可能在第一页出现的某一个场景 它会在第五页再出现一次 它会在第十五页再出现一次 然后在我们阅读上的时候 我们在第五页它再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一个强化作用说 似曾相识 到第十五页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出现一次的时候 哇 这什么意思啊 它的每一次的出现都不是巧合 它会在我们阅读上面 拉出一条线出来 然后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多重的一种一个关节 所编辑出来的一个网络性 那么因此非常 这个让我带回来说 我在另外一篇 我自己写过的一个小小的短文当中 我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自己会觉得comic还是蛮好用的 因为外国人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我们中文或者日本人 原来的翻译叫做漫画 那我觉得我们用漫画这两个字 有意思的原因是 漫画这两个字 是很有在字意上面 它可以有很多的衍生的可能性 它就呼应了漫画本身 在形式上 在主题上面的一个多元性 就一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聚焦在漫画的慢这个字眼 慢这个字眼它可以是慢 它也可以是慢 从慢的角度来说 它可以是一个 它可以慢慢的溢出去的 它会超越这个边界 它也可以是蔓延出去的 就好比说你们 如果你读过日本的漫画 你就知道 日本漫画有一点是 让我觉得非常受不了的地方 就是我永远都读不完 由我这个 并不是一个漫画迷的人来说的话 我随便要读任何一个 现在知名的日本漫画 就会发现它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它也可以是漫游 它也可以是弥漫的 所以它本身就不是受序列 完全这样一个逻辑所控制的 它也是慢 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几个画页当中 其实那个尤其是碰到了Sand Man 睡魔那个画页 你碰到那个画页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读者 我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选择我赶快翻过去 反正对情节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就翻到下一页 你可以很快地读过去 但也很可能是读到那一页 哇哦 What is happening 你就必须停下来 慢下来 稍微问自己一下 这边在干 这边 这边是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是想带给我们些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漫画它就会 它其实 偶尔也是我们慢读 因为在慢读的情境之下 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东西 欲望的流转 它一些论述的交锋 都可以是比较能够让我们 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就看到 所以它是一个 它可以是一个形容词 它也可以是一个动词 那另外一方面 Manga的画 画本身 它又是画 它也是画 原来就是已经带出来 它一个图文混搭的一个特质 所以我个人就是觉得 中文的漫画 就挺好的一个字眼 我还是蛮喜欢用它的 虽然我自己的学生 都不同意我的观点 但是那 但是一样嘛 就是我们做老师也发现说 原来我们就是跟 我们跟不同的人分享观点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选择 它的结论的一个权利 那我们就回头来说 无论如何 我刚才介绍了那么多之后 我想回过头来 我刚才说那个德国学者 他做了这么多的例子 慢慢的带着我们去读这些东西 其实他最后的结论只是很简单 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编辑就是序列说 这样子一个在欧美漫画研究 非常主流的一个论述框架 不够用了 我们大家现在应该要采用编辑说的一个概念 他基本上用这样子一个例子 达到这样子一个结论 那我自己个人就会觉得说 其实不管是边就是这边有边界 这边有堆叠 那我是觉得不管是序列说 或者是边界说 其实它们都落在一个图像叙事符号学 也就是大的框架还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 所以这个两个不同的论述的框架 其实都还是在这个大的框架底下 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我们都还是在玩符号学的东西 玩符号学的东西 我们读过文学理论的人大概都知道 他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符号学只有文本 他没有跳出文本的历史脉络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分析那几个页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光是玩页面的东西 我就可以分析一套东西出来 但是我完全不需要去谈守望者 那个小说 他那时候真正要谈的是冷战时代的一个政治的 一个权力的一个角力 所以符号学的问题就是他只有text 他没有context 那回过头来 因此我不觉得序列 就说我们就先把它放在一个符号学的大的框架 我并不觉得序列说这个东西 必须要被我们抛弃掉 事实上序列说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读漫画 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页面还是用序列的方式 所以但是我们既然如此 我们就更要清楚的了解一下 序列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想要了解这一套理论的话 逃不了这个家伙 叫做Scott McCloud 那么这个是非常妙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漫画家 他选择用漫画的方式 漫画做工具 来建构一套漫画的理论 非常妙 那他的理论当中 我自己归纳出来三个最大的重点 这个图格是一个原则 有图格 图格 图格 图格跟图格之间呢 就会有一个空白的地方 那个东西叫做图钩或者是箭白 图钩的存在在我们阅读的过程当中 就会再制造出一个干扰 好像有一些东西 那个图像没有讲清楚 这个时候我们读者就会发挥 发挥我们自己天生的本能 想办法法 帮那个图格跟图格之间的意义 我们帮他补充起来 这个阅读的活动就是一种补完的活动 帮意识重新填进去那个图钩当中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可以看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对我们台湾的漫画研究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漫画 台湾的在地的漫画研究的这本书 是在20… 我记得不错是2012年出版的 李玉云她的一个博士论文改编 那如果在这本书当中 它的几个关键概念 是第一个漫画就是一种图号 符号的系统 那这个符号的系统是不断地在变形 它用了这样子 那么同时呢 它是一种连续性的表现方式 那么这种连续性的表现方式 就是一个图格一个图格一个图格的方式 产生一种时间空间化 时间视觉化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一个论述框架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李玉云她 基本上她当引用一些个案漫画 来阐述她的观点的时候 她的例子都是日本漫画 但她的论述框架就绝对就是 非常美国的这样子 Mac Cloud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其实符号 图像符号学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下 符号学的茶壶里面的风暴 自己里面的牛排 你们吵了半天 但是整体来说 符像图 图像符号学有个局限 这个局限是我在那个 张小红的最在2016年出版的那个 《时尚现代性》当中 我觉得是提出最精辟的一个见解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这边稍微读一下 张小红老师认为 这种强调符号的运作 的这种分析模式 是建立在一种时间空间化 时间视觉化的架构当中 既然如此 就是我们想用图片 让我们看到时间的流转 这样子的东西它的局限性在于 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我们想看到的 我们能看到的 而我们看不到的是我们就是不想看到的东西 然后我们只看得到那些能够被空间化 能够被视觉化的视觉 是现性时间 而我们看不到那种 时间真正是作为时间 时间它作为一种连续的变化 时间作为皱褶运动的可能 我相信大家跟我的感觉一样 读前面一半读懂了 读后面一半读不太懂 那我的诠释是这样 我们平常会认为时间 是一种具有客观性存在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会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也可以规划时间 但时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 我们脑海当中 常常残留着过去的记忆 那个过去的记忆 那过去的东西 跟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是纠结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主观上面的时间感 它的过去跟现在 甚至于我们 因为我们对未来有些期许 所以我们常常会帮 对未来的期许带过来 去因此来组织我现在的生活活动 所以它的时间感上面 会有一个就是 当这样子的一个 你的脑海中 一直残留着过去的记忆的时候 我那个时间是有好几个层次的 这种层次是用皱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同时会有 这种皱褶 会让我们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感受 好比说有些时候我的脑海里面 会残留着过去的记忆 是因为那些事情 每一次我其实不想召唤它出现 但它就不由自主的就在我脑海中浮现 每一次浮现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伴随着 挥之不去的那种沮丧啊 遗憾啊 各种不同的感受 那个时间感也是这个东西 张小洪我觉得 老师他要带的东西 那么因此我们下面来 就要带出来我今天真的 就是主题 我想我现在时间可能是蛮有限的了吧 OK 还有点时间 小洪老师呢 他是比较帮重心放在时间 时间的皱褶上面 但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 这个时间的皱褶当然重要 但是那个时间皱褶 我们之所以看得到感受得到 还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 就是那个时间还是必须要空间化 它必须要被视觉化 被视觉化跟空间化 它是一个必然的前提 只是说之后 我们怎么样能够跳出 过去我们的阅读习惯 我们过去的阅读习惯一定是 我们只想看到 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怎么样能跳出那样子一个框架 然后看到一些我们不想看到 但是必须要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个 有一个人文地理学者 Jason Dittman 他就比较帮他的讨论 放在一个空间的布局上面 然后他提出一个 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漫画 他其实是带出来 因为空间是这样子的布局 因为当我们在谈时间的皱褶的时候 那空间也是有堆叠的 它就会产生一种 那一种 Topology 就是一种三度空间的一种绘图的概念 所以他就会带出一种 三度空间的一种思维模式和空间想像 那么这样的空间想像呢 他就会在要求读者在阅读的时候 他其实会有个多方向的一种阅读的一种趋势 那具体而言呢 这边就是再回头来回到小黄老师 就是我这边Dittman他是强调空间 小黄老师提到的是一个时间 他用的词汇叫做一种相对于图像符号学的分析呢 是一种叫做时间皱褶的图像分析 是不是一定大家都要用时间皱褶这个词汇跟概念呢 我们大家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他提出有三个层次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子的分析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强调一个漫画它本身 它的一个传播一个形式 其实是一种流变的概念 也就是说当举个例子来说 当在美国的漫画最主要名的当然是超级英雄 超级英雄在1939年1940年代出现的时候 其实受限于那时候的技术 他们最多只能用三个颜色 但事实上受限于那时候 漫画是一个不热流的东西 基本上他们只能用黑白 这一路的发展 从黑白到后来 只能用三个颜色到现在 它有各种不同彩色的变化 这些东西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考虑 这时候是我们必须要去讨论 第二个他说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当然这个文类的传播模式 它也可以是指的是一个话语 好比说我们对某一种 女英雄这样子一个 女英雄这个话语 它在不同的时代 在不同的文类甚至上 它也会有一种不同的跨界的流变 那第二个层次就是 当这个漫画一个一个画格 它透过空间的分隔 它就会产生一种时间的堆叠 但相反的这个时间的堆叠 也可以变成是一个空间的堆叠 那这个时间的堆叠 就是透过这样 我们刚才说 就是回到那个画格的一个概念 那我自己的诠释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这个画格 我们刚才看到 不管是守望者或是睡魔 它其实都可能是顺序的 它可能是一三五二四六的边界 它可能是一层一层的东西 它这样子的话 尤其是在那个当它边界的概念 三个故事凑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间过去现在未来 它确实是有一种堆叠性的 那最重要的是在第三个层次 就是我们在那个漫画阅读当中的时候 当那个图格跟图格当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空白的地方 就我们叫做一个图钩 这个图钩呢 其实它会产生一种断裂感 它打扰了我们的阅读 那么这个是小黄老师 帮他拉圆了一点谈 就是说这种 对这种断裂的诠释 其实它会产生一种感受 那么他帮他拉到说 拉到有两种这种不同的感受 有一种人会觉得 任何一种时间上的断裂 都是一种伤痛 然后他会召唤出来一些 所谓对过去逝去的东西的一种 它可能是罪恶感 它可能是羞愧感 但是都是非常强烈的一种 创伤的一种感受 那这种感受呢 其实是帮一个连续的时间 就是他们虽然是相信 就是这种叙事虽然是一个线性的叙事 在这个线性的叙事当中 却有不断的一个断裂 创伤的断裂 而这种是这种线性的断裂的时间感 那个时间感产生的感受 通常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 创伤性的感受 羞愧的这类的感受 而相对于这样子的感受 是比较看到当时间跟时间堆叠 跟重复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断裂 但是在断裂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些东西 它是透过的一个重复的论述去谈 它又保留下来 同时在微妙的小地方 它又有一些进行了一些变化 它这个细微的地方的变化 它会产生一种古今相生 新旧交叠的连续变化 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感受 会带出一个比较正向的 一个比较是 比较是一个 比较是一个创伤性的一种感受 那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自己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说 基本上透过这样子上述的说法 我会觉得漫画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它我们 我相信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叙事文法 它是同时可以并存的 但同时我们现在的叙事文法 可能也要跳出序列编结的说法 我们可能要建构一个 去想出来一套不一样的说法 至于这个来说明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很多的漫画 它们这个表现的一个 它们的美学形式 因为我至于说 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漫画文法 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说明 是要用拓谱啦 聚合啦 奏折啦 甚至于蒙太琴啊 这都是我现在正在去思考的方向 还正在阅读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大概就是往那个方向去思考 我觉得大概就是我觉得 现在漫画美学 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形式 因为我觉得漫画它挺有意思的是 因为它的实验性质特别的强 它透过这样的各种东西的拼凑 它能够帮很多我过去觉得 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事物 拉在一起 拉出来 它们拼凑主配在一起 使得我们觉得没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看到其中的关系 而带出我们大家 其实都是活在一个地球上面 可能都不是人的人 或者是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 我觉得我的时间至少还可以让我去做一个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那我就拿我最近正在写的一个东西的其中的一页来说明 这个是来自于一个漫画家 这个漫画家非常有意思 原来他是新闻记者 为主流的一个新闻 像是Washington Post 这些做新闻报道 后来他决定 他开始要用漫画做媒介 来做新闻报道 OK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那他其实有不少的作品已经出现了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他收录在2012年的一篇中篇大概是50页 分成上下两部的一个漫画 出力的是难民议题 那我今天给大家看的是其中的第一页 既然是第一页 可以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在中间的时候 他的这篇的片名就横梗在中间 分成上下两层 那片名叫做The Unwanted 不太确定我中文 我将来也会用什么来翻译 但是The Unwanted 很明确的就是指的 是那一些来自于非洲的难民 我们都知道过去十年 难民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个梦业 那无论如何就是讲的是 来自于非洲的一群的难民 来自于非洲的各个地方 他们滞留于在一个地中海的一个小岛 叫做马尔塔岛上面 那么这一群难民当然叫做 就是马尔塔岛或者是欧洲都不想要的人 The Unwanted 不过我今天跳远一点点跟大家提 就是读完这篇漫画之后 多为读者我深刻理解掉 原来The Unwanted 不只是指的是这些难民 它还有别的含义 它同时也指涉了 马尔塔岛这个岛 因为它在欧盟欧陆 它的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 它其实也是欧洲大陆 所不想理的一个小岛 它也是被排斥在外的 The Unwanted 所以在某个层次之上 就是我们这边有非洲难民 他们滞留在这个马尔塔岛 所以他们基本上 两个之间是有个镜像关系 都是Unwanted 还有第三个层次 就是马尔塔岛人不要非洲难民 欧洲大陆也不理马尔塔岛 那事实上这些非洲难民 其实也不太甩马尔塔岛 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想留 他们原来就不想去马尔塔岛 只是因为不小心 马尔塔岛正好莫名其妙地 就在欧洲跟非洲中间的地中海 中间一个岛 莫名其妙地 这些难民就漂流到了马尔塔 他们没有想要去马尔塔 他们漂到了马尔塔岛之后 到了那个地方 他们就走不了了 他们走不了 他又不能回家 这是第三个层次 这是The Unwanted 但更有意思的是 既然谈难民 但难民的故事 从某个层次 它有文类上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但是这个漫画非常有意思 读完 看完第一页的时候 我们根本看不到非洲难民 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困境 拉拉闸闸的有 一二三三个层次 Joseco 却给我们很多 跟我们理解中的难民议题 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 叫做外源性的一些因素带进来 而拓展了我们对难民这个问题的了解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 在这一个第一页当中 最上层的地方 那个Joseco给我们的是 马尔塔岛主要的经济活动 就是捕捉鲍鱼 然后我们看到底 这边的鲍鱼 看起来还活生生的 对不对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这边有个病治 病治是他的经济活动 他捕鲍鱼 跟那个难民 蜂拥而自的难民 这两个是一个analogy 类比的关系 更进一层的是说 那个鲍鱼跟那个难民 是个类比的关系 而这些类比 都是放在一个叫做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一个人流跟物流的一个脉络 上面去了解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难民的问题的时候 它后面有一个很隐形的作用 在这个地方 然后当这中间 这个这一层的时候 这个新闻记者去访问了这些渔民 然后他就讲到渔民们 碰到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他们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难民一直来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好想捕鲍鱼 但他们现在连鱼都不能捕 为什么呢 因为环保团体的抗议 所以2007年的时候 欧盟各国他们开会 诡定了一个捕鲍鱼的quota配额 他们所以只能捕到某一个字 所以帮他们放在一个非常诡异的前世之下 然后这时候他们就帮鲍鱼 他们想捕的鲍鱼 跟他们不想要的难民 放在一起思考 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 他们自己帮这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呢 他们找到非常大的关联性 然后他们问了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the fishermen 他们想知道 这些马尔塔岛和非洲人有什么关系 那他们的想法呢 他们基本上简单的诠释 在最下面一层当中 那么他们的诠释是说 为什么这些人要来我们马尔塔 为什么不是去意大利啊 不是意大利殖民过他们吗 当然他们历史知识有误了 非洲很多国家殖民过不同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也把殖民问题拉出来 也就是说我的阅读是这样子 这一页我们看不到难民 但是我们看到难民问题很大的contact 难民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难民问题 难民问题还有很多的东西 他要求事实上SEIKO 他也要求我们透过他的一个图像一个布置 文字的图 他要求我们 或者鼓励我们进行一种拓普式的思考 也就是拓普的思考必须是一个 非常多的立体的轴线 他要求我们不单独的只是看了一些难民 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前一阵子 看到那个一个小小男孩 我记得他的名字叫Corty 他就是叙利亚的一个小小男孩 那他的照片 因为他 他 他就是淹死在那个海滩旁边 那照片被拍出来之后流传在各地 大家都非常非常同情 觉得叙利亚的难民问题 一定要立刻的得到一些解决 而无论如何 这是我很简单的放在 帮难民问题放在个人层次去思考的 而这个我觉得SEIKO的漫画 他从一开始在上层就拉出来一个历史的轴线 当下难民的问题是一个人流物流 全球化架构上面必须去了解的问题 他也拉出了另外一个重轴线 他的最下面一层是说 不管你马尔塔岛 不管你意大利 不管你欧洲 你喜欢不喜欢 这就是你们在十九世纪开启的殖民史的遗序 你们也必须要去面对 他帮殖民史那块东西也拉进来 他也拉出一些横切面 因为在我刚才没有提到的一样 为什么他们这些人急着要去补鱼 为什么他们在全球化 鮪鱼为什么不太重要 海里面来的有鮪鱼 也有难民 鮪鱼对他们重要 是因为日本人要吃生鱼片 如果横切线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也还有讲到 很多其他我们非人力所能控制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化验 帮我们平常我们没有去思考到的 一些难民问题的一个复杂的轴线都拉出来 而将那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出现出来 我觉得他的有意思是在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说 因此他让我们看到难民问题 不能够单独的去看 而必须帮他当作是一个 他聚集了历史因素 聚集了地理的问题 聚集了各种问题的难民 这个问题他是一个Assemblage 是一个聚合体 他已经让我们在一个 透过聚合体的一个思考 让我们看到我们大家都是流变 我们其实都在努力的想做一个 就是教育的目的 我们都是想要符合其他人 期许的人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 我们其实发现我们的处境 是非常的非人的 我相信在此时此刻 经历了过去两个月的 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或是过去两年 我们全球发生的事情 我们应该非常的理解 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病毒的威胁之下 我们到底算不算是可以掌握市值 所以我们以前认为 我们那个掌控是宇宙跟地球的人类 事实上也许我们真的 就跟病毒也差不多的一个 就是我无论如何 我是想带出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概念 那因此再讲 我觉得烂民议题在过去 就从一个研究方 我们常常是透过一个媒体在线的概念 其实想要诉求我们大家的同情心 但是这种同情心 我们也发现 它的运作是非常短促的 因为我们到后来就会发现 我们都会经历了某种的 同情心的枯竭 然后我们也许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一个更复杂的 一个思考的一个框架 一个分析的框架 而帮难民议题它的各种不同的层次 都纳进来 而真正看到难民议题就是 我们必须要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我们其实已经跟很多 我们以为没有关系的东西 已经产生了一些互动触动 我们大家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我觉得漫画不入流的东西 持续带出这样子的东西 非常有意思 那因为我个人认为 如果我们不是用这样子的比较谦卑的 比较的方式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处境的话 我自己比较觉得 从那个恐攻事件开始 国际上我们大家好像很习惯的思考模式 就是一种先发制人的那种形式 pre-emptive 我们都已经预设了立场 然后在这种预设立场 预设了自己 我们用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个角度 去看待他人 看待自然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 还持续地用这种方式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处理难民的议题 就会像是我们处理 我们对自然的议题一样 永远都是依附至以为似的一个态度 我的时间上面可能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我后面其实就是想要带出相同的议题 那上面是放到几个疾病论述 那我想要带出来就是疾病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个人的东西 疾病它会牵涉到医学史 它牵涉到一个家庭 牵涉到一个社群 它是我们必须用一个比较宽广的 组配的概念来看待 而漫画真的有些时候 它用它非常无厘头的方式 去把这样子一种思考的可能性展演出来 让我们了解 那这是我认识的漫画 也同时也是我觉得漫画对我提出的挑战 至于如何去因应这样子的挑战 我还在思考当中 但是今天就是帮初步的一些研究心得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一次 还有帮 交还给主持人 那个非常谢谢张淑丽老师 很精彩的言说 那因为在网路上有几个问题 那我想说就是在这边先提出来 在我们请那个蔡美玉老师 上来做语谈之前 那也许先提出来等一下 这个美玉老师语谈完 或者美玉老师当场也可以回应 再请张淑丽老师来回应 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 听众叫做惠玉吧 他说他本身是研究相关主题了 那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能多了解一下图文叙事 在数位文学中的应用 跟可能的发展 也许等一下 请那个张老师能够回应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叫Peggy Mew 他说现在很多无对白的漫画 事实上的确没错 刚刚那个淑丽老师所说的 当然都是有对白 他是无对白的漫画 那是不是也请那个张淑丽老师 还有蔡美老师等一下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我们也回应一下 那另外一位是那个 这个Fiona 那好 感觉像是那个中兴大学 那个刘凤行老师 他是有请教你说 那个德国学者的问题 不过他已经有人帮他带回回答了 或许也许等一下 也许你也可以跟他做一些对谈 因为我上网查一下 他好像也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好 那我想说 我就先把这个 事实上我自己本身有个问题 或许等一下 两位老师也可以做一些回复 第一个就说 刚刚那个张淑丽老师 提到说那个序列式的问题 那我在一开始引言的时候 有提到说那个序列 就说有两种 一种边界式 这种序列式 那如果一个序列是在同一个图格里面 那还有两个 甚至有三个的对话 那它的序列有没有可能是 有另外一种的诠释 就说因为你就像我开始 我搞不定是谁要先讲 这好像就是我们平常对话一样 对话可能两三个人同时讲 那比如说A讲的先讲的 跟B先讲的 那意义会不会有一些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诠释呢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 对很多阅读原 尤其是英文漫画的人 包含 有时候包含我自己 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说他们喜欢用大写字体 那大写字体 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我不晓得对 native speakers 会怎么样 但是对一些人来讲 的确大写字体 的确大写字体是一种 阅读上是会比较有的障碍 很入神的 我都忘了我自己要当一个语谈人 那今天呢 刚才淑玉老师讲 漫画在出现已经有100多年了 那不过图像小说这个文类 他也喜欢用 张淑玉老师喜欢用漫画 来涵盖所有的 那图像小说是在1950-60年代开始 那到今天也大概有半个世纪左右 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领域 那刚才淑玉老师也谈 台湾在这个新兴领域里面 也包含了 也开始在这边一个转向 那淑玉老师本身就是这个 图像研究转向的先驱研究者之一 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才淑玉老师讲的 那个的一篇文章 这本书《图像叙事研究文集》 他自己本身是为这个图像 研究去图像叙事研究文集的写序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第一篇文章的 第一篇文章在里面 所以他对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的 就是先驱研究 就是先驱研究 他在这里已经进行的多年了 所以那我现在呢 因为它是一个新兴文类的转向 所以我相信很多在场的观众 以及在说听直播的 谢谢 的一些听众观众呢 应该很多人也对图像或者漫画小说 这一个文类非常的第一次接触 跟我一样就是所知不多 所以我做一个语谈呢 我就是帮大家复习 然后再重点提示 刚才淑玉老师精彩演讲内容中的几方面 所以我们就来一趟温馨知心的旅程 跟大家一起走一个这个旅程 那再下来呢 再下来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大纲 我要回应一下漫画小说呢 我以前鼠里老师用画跟画的一个混搭 中文很有意思 同样一个音 可是它代表不同的意义 再来呢我要谈就是 鼠里老师刚刚有讲过几种方式 我相信因为第一次听 所以大家印象不深刻 那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那它说的是各种前世模式的适用性 以及它的局限性 然后再来呢 我想个人谈一下漫画这部小说 因为我第一个看到应该就是画 因为我们的感官第一个看到就是画 然后你再来才会看文字 因此漫画小说 我第一三个要谈的是漫画小说它特有的艺术性 也就是它视觉语言的应用方面 那我会举Mouse 刚才鼠里老师有谈到这部作品 然后American Born Chinese 如果有时间的话 没时间的话我就用Mouse 来跟大家做一个加深各位的印象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刚刚因为漫画小说特有的形式 那就是画一画的混搭 然后是图像与文字 所以它是一个文类来讲 它是一个画中有画的小说 然后读者会问 诶 那漫画比如说海贼王 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漫 也是图像小说吗 通常时候我们不会把海贼王 还有其他一些比如小甜甜啊 这些之类的动漫 把它归类于图像小说 肯定把它当成漫画 可是你不会用图像小说 这个新兴的文字呢 来说海贼王或者小甜甜 或者妮罗和女儿 这样一个动漫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这边要讲的 回应的一个比较重点就是漫画小说 而不去谈我们一般流行的漫画的文化 那漫画小说特性就是在画中有画的一种文类 那当然所谓的动漫也是画中有画 但是因为它这一类漫画小说的 它作为故事 而且是一个比较短的故事 因为连载的漫画就是可以二十几本 那你看也看不完 然后再来是我在想的是 刚才属于老师也有谈到这一点就是 这集是漫画理论的圣经 Scott McCloud 理解漫画里面讲的 他在理解漫画里面这一部分 section 里面 有一部分叫做show and tell 秀翰讲中呢 他将漫画图文关系归为七大类 第一个是以文字为主体 就是文字比较多画面比较少的 然后第二种是以图画为主体的 就是画比较多 刚才广告老师有说 有些只有全部是图画没有文字 这种创作的模式到底是怎样一个模式 然后第三种呢是图文并重 就是图跟文都有 第四种呢是图文交替为主体 就是有时候是图有时候是画 这样开始 第五种是一种图文平行 就是不知道图文平行 怎样一个图文平行 等一下可以举一些例子 那第六种是图文 拼贴 of the college 这种方式呈现 第七种是图文相互依赖 那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来呈现 就是作者是用不管哪一种方式来呈现 我相信作者在创作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想到说 我现在这本小说是要以图并重 还是以文字并重 还是图文平行 他应该就是想我如何说好一个故事 因此一个故事里面可能七种都有 有可能两三种都有 同样的我们读者在看的时候 你也不会去想说 这本小说是图文并重 还是图文关系里面的哪一大类 除非他都非常特殊 全部是文字为主 或者全部都是以图画为主 你才会去真正的看到 他是属于哪一大类 那因此 所以再来就是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水尼老师 有谈到几种诠释漫画小说的模式 他有主要有两大类 我等一下再讲到第三类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 漫画的序列性 因为漫画本上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呈现 因此他就跟我们所谓的文字小说不太一样 文字小说因为他很多有描写 所以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故事跟你讲 所以一般的理论家就会认为漫画小说 他的一个漫画的序列性 这是他独特的一个方向 刚才水尾老师讲的是 因此是要诠释的方式 第二种是漫画的网路性 形式以及内容上编辑 水尼老师刚才已经非常精彩的跟我们讲 什么叫编辑 他用图画来显示什么叫编辑 那同样的 然后水尼老师也说 这两种方式有各起优点 但也各有其局限 那我想我们读者 一般的读者 不是研究者 在看的时候 也应该不会想到说 我现在是看一个序列性 因为这很自然的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序列性 我也应该不会想到 我现在是编辑还是一个网络性 因此我们就是看 一般的读者就是看 只是我们可能知道说 原来漫画小说可以这样的诠释 可以这样的读法 让各位读者知道一下 那再来呢 是水尼老师提到第三种方式 我自己也觉得第三种方式 可能因为现在漫画小说的创造 越来越复杂化 丰富越来越多元 序列性或者编辑这样一种方式 也许没有办法去看到 比较复杂漫画小说的一种复杂性 以及丰富多元 因此我们需要另外一种看故事 真正是看故事 看书看小说的一种方式 它称为批判式的拓普式 水尼老师已经解释了 所谓拓普式的空间思想跟思维 就是在一个空间 它可以三度空间的堆积起来 因此我们就不会在那么单向 只看到一个线性的发展 或者一个网络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种方式 这种概念 那我们在看故事的时候 不会只有在看的时候 就想到一个情节的发展 你会想带出更多元的一些历史 或者脉络这样的关系 那这是 那我就不再做这种解释 我想再下来呢 刚才他没有时间讲到这个图 但是我就把这个图 还好我把这个图呈现出来 刚好补移 这边是图像医学的一个方式 我想读者在看的时候 一定是看到画面先 然后这里面有些 这里面文字 这一部图对我本身来讲 我觉得这个图呈现那个拓普式的思考 空间思维多层面的思考 所以它是黑白的片 我们看到的是癫痫 这是癫痫吗 癫痫的患者 他呈现的是 你刚刚看到这个人 之后才看到 他的手为什么像蛇一样 然后属于老师跟他面有讲的是 作者用一种就是 癫痫 我们人类身体的痛 其实很能用语言形容 那我觉得画这边就非常棒 就是画它可以把你身体 没办法表现那种痛苦 列出来 因此这叫视觉语言的隐喻 那在这本书中呢 作者把癫痫的感觉像一条龙 这样子的蔓延在你的死命中 所以龙是一个画面 但是这画面它是一个印象 它是一个metaphor 因为比如说病 到底我怎么去讲我的病的感觉 你没有病过 你无法用原语来形容 然后我要说的就是漫画 或者图像小说的特点就在于 作者把文字其实也当成一个画面 因此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当然先看来一定是 一定是人 可是这边画呢 这边所谓的文字也变成一个画 然后文字 这边所谓的真正的文字 就放在框框里面 这画格里面 那所以这样一幅画已经呈现了 它既已经不是一个序列性的呈现 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它本身就已经把癫痫那样的故事 非常具体的呈现出来 然后这就是图像小说的魅力 就有一个画面 就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故事 跟各位讲出来 然后所以我就一定要跟各位介绍 这本书Mouse 很厚的一本书 然后作者是Speakerman 然后这副标题是Survival's Tale 犹太浩劫或者犹太大屠杀 已经是我们二世纪人类共同的一个记忆 也是犹太人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中一本 然后关于犹太浩劫或者犹太大屠杀的书写 已经有千万的文字 历史 考证 小说 然后哲学 探讨 但是当Speakerman的Mouse Mouse是德文 也就是英文的老鼠 同样意思 同样发言 当Speakerman的Mouse出版的时候 他依然是引起外界的探讨 是大屠杀可以用画面来解释吗 不管怎么样质疑他 但是他已经出版了 然后出版还引起很多的回响 我忘了 我没有去查一下这本书 到底卖了多少本 这是非常非常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Norton Anthology 也把Mouse 放在里面了 是吧 我去查一下 这是Norton Anthology的 American Literature 已经把Mouse 这个作品放里面了 然后他一出版的时候 New York Times 不知道要把它归在哪一类 因为写Book Review 不知道把它归在哪一类 他把它放在Fiction Speakerman抗议 我不是小说 但是也不能放在Non-fiction 好像最后还是放在Fiction里面 还是Non-fiction里面 然后呢 所以当Speakerman接受Van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 我不知道如何称呼自己 是作家 艺术家 漫画家 还是史学家 我觉得漫画是混合体 是一种结合文字与图书的一种呈现 所以他提出Comics这个词来说 我的作品 这本书就叫做Comics 也因此他也认为Comics 是这种文类的一个统称 不过学界好像没有采用它的方法 所以这本书得到1992年普利之奖 但是同样的 普利之奖 不知道要把它颁文学奖给他 文学小说奖给他 还是颁非文学小说奖给他 最后不得已颁给他一个特别奖 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小说 就是颁的一个特别奖 这本小说呢 把那个把所有的 所有呈现 呈现 呃就是呈现所有的漫画 可以带进我们的 我们的文学的殿堂 好 这个画面呢 是在这本小说里面 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一幅图 我本来是要 是要请问现场的同学 这幅话在讲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忙 好了 我就自己来解说 这是一幅图是 所有犹太人共同的记忆 就是如何躲避纳粹的追杀 然后呢 Spigelman 的父亲呢 Phledek 在波兰 他们是犹太裔波兰的人 他们在这里面 当纳粹德军到波兰的时候 很自然的 Spigelman 带着他的妻子安和 四处逃跑 最后走到这里 那这个地方呢 走到这里了 所有的读者应该都知道 它是一个cross road 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同时 它也是纳粹的旗帜 就这样一幅画 把所有犹太浩劫的 所有的恐怖 完全溶缩 这幅画 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 一个抽象的一幅画 那 McCloud 在他的 Understanding Comics 讲 他说图像越抽象 越代表普遍性 然后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呢 其实你没有看到文字 文字本身它就已经不重要了 你只看到这幅画 然后这幅画代表是一种 他们无处可逃 无处可惧 然后也是一种无助恐怖的感觉 同时它也代表纳粹德军 那一种无处不在 步步进兵 到处追杀犹太人 那种恐怖的景象 所以这幅画 那我们就看到漫画家 可以这么样 把所有的概念 用一幅画呈现出来 然后 这个就是 Swatgar 的一个纳粹旗帜的符号 那在这里面呢 所以它呈现的是一个 Swatgar 跟 Crossroad 从事呈现的一个景象 因此 我要讲就是 漫画小说 它特殊的视觉语言 是有别于一般純文字文学的优点 也就在这里 然后呢 再来是 这是 这也是一样 这是纳粹旗帜 这里面的文字是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1938 before the war Managing high in the center of town It was Nazi flag 然后这是透过 Spiegelman 的父亲 Fledig 在重述一下犹太浩劫的故事 他说呢 1938年 我们第一次 在波兰的镇上看到 看到德军的旗帜 And here was the first time I saw with my own eyes the swastika 同样的一样 在这种视觉语言上面 你并不会看到 不会直接去看到文字 你会去看到画面 然后Spiegelman 有很多种呈现 这个旗帜的方法 纳粹德军的旗帜的方法 可是呢 他选择是 将纳粹德军的旗帜呢 就是他们坐火车 经过 然后看到这幅画 就高高的悬挂在这里 这是犹太人 这是Mouse 看不到他们的Facial Expression 他们的脸部的表情 可是读者在看的时候 我们是 其实是跟着这些老鼠 往仰视 往上看那个旗帜 因此他看到的是 那个旗帜高高在上面 那些老鼠是在下面 然后也看到他们惊恐 我们怎么知道他惊恐 透过那些手 手部的表情 然后呢 那些他们看到这幅 所以虽然里面看到表情 可是那种恐怖的感觉 也让你看到 然后看到的是一个对比 也就是高高在上的 德国的纳粹旗帜呢 往下看这一群非常无助的Mouse 在那边不知所措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巨大的 巨大的灾难的感觉 然后下面Mouse 里面那些无助的生命 任人宰割的一个描小感 然后我要讲就是 这种图像视觉语言 它能表达的是文字 你可能要十几页 才有办法表现出来一种形象 我认为是图像小说里面 一个视觉语言的优 有非常艺术性的特点 再下来就是整页 刚才看到那一页之后 再下来整页是 那个旗帜的变化 Nazi Flag的旗帜的变化 刚开始只是悬挂在上 后来它变成宇宙的一部分 它像一个月亮 晚上的月亮 它变成宇宙一部分 全部笼罩在波兰的夜空中 你不管到哪边 你逃不了纳粹的追杀 最后这个是 This time is due free 最后是一个 就是从纳粹旗帜在路上 在天上上天下地 我们看到纳粹的那种 在猎杀犹太人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是 This time is due free 这个城镇没有任何犹太人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但是我要讲的是 这种图像小说 利用视觉语言的呈现 把我们文字 没办法形容那种恐怖 它用文字 而且画面 我想在画面看到的时候 你会非常记忆深刻 所以我要说的是Swatiga 它其实是一个 它呈现它是一个旗字 一个符号 可是它在Mouse这本书里面 它重现的是一个Visual Metaphor 它变成一个视觉的语域 同时它也是个Visual Metamity 那我就觉得这是图像 由于文字的地方在那边说 通常我们在文字呈现的时候 你可能只能呈现Metaphor 不太可能同时 它既是一个Metaphor 它又是Metamity 比如说这幅画里面 它是一个Visual Metaphor 表示犹太人无处可去 无处可躲 然后也表现是 纳粹德经那种到处追杀 然后无所不在那种感觉 可是同时呢 这个Swatiga 它又是一个Metanomy 代表是纳粹德经 所谓的Metanomy 视觉语言的优向线 我还有时间吗 OK 好 那有时间的话我就很快 很快再讲一个故事 再讲一个轻松的 这是美生华人的小说 美生华人是American born Chinese 作者是杨锦伦 金亚 这是他书的封面 同样美生华它就是一个比较看起来 比较是一个序列性的故事的发展 看起来是一个情节的 可是同样的 就像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图像与文字的结合 它就会非常复杂 就是可能文字说的是一个故事 画面说的也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因此读者在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非常的忙 OK 我们先看到的是画面 可是在下来所看到的文字 然后也是刚才主题老师说的 你是一个多向性的在看 所以这是 其实它是一个 另外一种看故事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比如说 好 这边我都要跳过了 因为它是有三种不同的故事 我先来看 我先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人物 里面的人物是金亡 或者Danny 金亡是王瑾 他是台湾 American born Chinese 这样子 然后呢 他一直想要成为白人 所以做这些漂白大业 所以王瑾 既是Danny 然后也是金亡 所以他看到自己 梦中的自己转换成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人物是 孙伟臣 OK 伟臣孙 然后是同学 这一座同学 还有再来是Amelia Harris 这是他的梦中情人 最后也成为他的女朋友 另外是同学Greg 白人同学 然后这是Sussie McCamera 是日裔华人 日裔 亚裔 亚裔美国人 然后这个故事的情节 好 我们先看这个是 这是这个系列的发展 所以这是一个系列故事的发展 是王瑾 因为放学回家 他想到自己的同学 他那个梦中的情人Amelia 突然害羞脸红 我想这个画面 这个你同样 完全这个画面 没有任何文字 但是你一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个呢 他突然想到 想到他不由得害羞脸红 再来呢 他想到 金髮碧眼的Amelia 怎么可能喜欢我这种 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呢 因此他觉得 只有他跟Greg在一起 他们才是天生的一对 想到Greg 他开始闷闷不乐 OK 那种闷闷不乐 是同一个害羞脸红 欢喜的表情 再来是一个闷闷不乐的表情 然后再来发展是 那我如何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白人呢 那所以Greg就变成美生华人 American Born Chinese 这本书里面呢 身体美的一个标准 就是白人身体美的一个标准 所以他回来之后 最后把它融缩成头发 所以头发变成一个visual metaphor 变成一个白人 也是一个visual methodology 它代表白人的所有的意象 以及他想要成为一个白人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说 那我就可以把我头发 没有办法变成白皮肤 头发可以变一下 那个时候大概没有蓝发 他没有蓝金发 他去烫头发 烫成正副德项 所以他烫成头发 第二天到学校的时候 他的同学说 这三个人是这首白人小学当中 为三的三个雅裔美人在一起 然后韦晨常常讲说 你头发变成怎么样子 Sushi 非常的nice 他讲说不要说 但是他最后还是说 Why is your hair a broccoli 所以同样我们在看故事的时候 发现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作者没有讲 他到底认不认同 到底认不认同 认同进去变身 但是我们可以看 藉由伟臣的一个反应 知道 作者其实也不太认同 这样一个漂白的大眼 然后所以呢 所以最后他变成 从在梦中 终于梦见自己 从一个黑头发 黄皮肚里慢慢慢慢慢慢 变成Danny 是他认为理想中的自己 我们看到的是 一样作者并没有为这个变身大业 做任何的解释 可是我们看到表情 即使他慢慢慢慢变成自己想像中的 一个白的形象 那种感觉并不是欢愉 也不是快乐 而是惊讶 我怎么变成这样子 然后所以 这就是图画 图画视觉语言的一个优劣性 优秀性就是 他透过视觉语言 他不需要告诉你太多的文字 但是我们可以从表情来看看说 到底这样一个从 我要变成一个漂白的人生 是不是必要的 或者作者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可行性的方案 但是我们看到他呈现的是 刚开始的他非常不快乐 但是即使变成一个白人 这正在梦中 他在梦中 想像自己变成一个白人的景象的时候 他依然是不是非常欢愉的过程的自己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讲到这里 但是我要讲到的就是 我要想要呈现的就是 图像小说这样一种人类 发展到今天 他其实已经可以跟文学 或者纯文学小说媲美 也或者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另外一种不同的表现的形式 但是因为他是图像 所以他的画面还是成为一个 我们在探讨图像小说的时候 必然要去探讨一个主题 那就是他的Visual Language 今天谢谢大家的听 然后我也谢谢院长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美艺老师的这个语谈 那刚刚在网路上看到 又有三位这个听众 和观众来问问题 我刚刚事先也有 私底下有跟张淑丽老师有提一下 那一位是好像黄博元 应该是黄博元老师吧 我记得 还有是侯志玲 还有一个是刘凤星老师 那刚刚因为他们的问题 都是针对这个讲者所说的 那我们现在大概还有 大概十二三分钟的时间 那能不能请那个张淑丽老师 简短的做一些回复 OK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透过在远端的提问 听到大家的提问 其实有点小遗憾 真希望我能够在现场 跟大家有一个双向的互动 那我就 我这边大致记下来 刚才提了几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陈院长这样的费心的安排 所以陈院长的问题 我们就先回答 陈院长第一个问题是谈到了说 尤其是美国的漫画 特别喜欢用大写的字体 是不是制造出一个阅读上的困难 我的回答是 我的经验 我的观察 跟学生的谈话是 确实是 我刚开始在读这些漫画的时候 就是因为陈院长他的提问 就让我帮过去一些 我已经遗忘的一些经验 又重新召唤回来 它确实当时造成我很大的困难 但是很妙的是 在我读了漫画这几年之下来之后 那现在好像 它已经不太造成我的困难 可能这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那至于说 为什么最早的时候 他们都是用大写字体 好问题 但是我真的没有做过研究 这个应该要做的研究 但是我没有做过研究 所以这个问题 我就只好放在这边 只是分享一下 那我的学生在 就是我跟他们在谈的时候 他们切实在抱怨 抱怨说 所以他们刚开始真的以为说 一个图像小说的这门课 应该是蛮简单的 结果发现后来 有几个不同的程式 第一个 它还是一本小说耶 不是一下子两下子可以读完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写 是造成它很大的困难 那另外一个造成学生的困难 也是在陈院长他提的问题 就是说 当同一个画格当中 有好多的文字框 还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一个 这个对 我们的一个想法 它的框框 它是同时放在那个地方 那会不会造成就是 我们到底是要采 什么血液去阅读 这是一个问题 也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那也有一些 漫画家 他特别的针对它这个特质 制造出另类的效果 制造出一个 我们搞不清楚此时此刻 这个文字框 是应该是 是谁的 该是是谁的发言 因为一般漫画 它如果让我们非常的清楚 这个文字框 是谁的发言的时候 它底下会有个小尾巴 它有一个指向性 就是让我们了解 这句话是谁讲的 但有些时候 有些漫画家 他故意拿掉这些小尾巴 甚至拿掉这些文字框 制造出我自己觉得 像我们在小说 在叙事里面 有常常会碰到一种 那种free indirect的那种东西 就是你搞不清楚 这是到底是谁在发言 这是另外一种美学效果 那么它同时也是想去模糊 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效果 所以我回应就是说 其实这也是漫画一个很大的特质 同时也是我们在漫画研究里面 大家特别强调一点 今天我们有带到的就是 漫画它其实 因为它有这些 包括刚才陈院长提的这些特质 它那个图格它可能是交叠 它有层次的 它就算是同一个图格里面 它有这么多的东西摆放在一起 它使得我们阅读 会有太多可能的方向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更需要去务实的去看待 那个不同的reception 就是阅读活动的一个 就是专门要针对阅读活动 去做一个研究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是聚焦在符号 符号学的这一块 然后呢 第一个问题是提到说 这个漫画它在数位文学的应用与发展 那如果我其实 这就是我刚才觉得我遗憾的地方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提问人 今天是在现场的话 我可能想要跟他学习一下 就是数位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我可能脑海中 可能有一个很粗浅的数位文学的定义 可能就是用漫画 我们一般是买一本漫画书 那现在的数位文学 它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我更清楚 这个数位文学的定义的时候 我比较能够回应 那么这个时候漫画 能够在数位文学它的应用跟发展 因为我现在不太清楚 数位文学的定义 那我不能假设 说我们现在谈数位文学 就只是说帮漫画 帮它变成放在网路上 那样子的 所以我很抱歉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 你持续可以再透过 那个聊天室 持续的发言 然后我会另外再找一个机会 就是我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 再找个机会再回应 然后就是完全没有文字的漫画 其实这个非常妙的就是 当我们在图文并存的时候 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理论 有一种说法说 其实漫画 它没有什么叫做图文并存 它就是图像 因为文字也是图像 所以漫画它最大的特质 就是画格 画格 画格 画格里面又有图像 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不要去玩这个游戏 我们就说事实上 确实有那个漫画 就是最有名的叫做Arrival 专门讲移民的历史的 那它就从头到尾 全部都是图片 就图像 绘图 但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文字 这样子的漫画 我说老实话 它在阅读上面 对读者的要求反而更大 因为它其实没有提供 透过文字提供读者 任何诠释的线索 文字在我们在漫画研究当中 它有很重要一个定毛的作用 就是它多多少少好 让你在各种可能的诠释当中 给了你一个方向 给了你一个线索 所以没有文字的漫画 不是不能诠释 只是它 非它的美学的要求 阅读上的要求 可能是更强的 那有一位提到说 漫画里面 它常常有一些 谈到一些故事 谈到一些故事 就是记忆的东西 它会不会更为抗拒这种被 它叫做档案化 我想这档案化就是 有些东西 帮它变成沉淀 固定 稳定 使得它成为一个刻板的印象 刻板的想法 刻板的情节 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说 漫画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 是有一个也是我今天比较没有提到的就是 漫画作为一个多媒介的使用 它还会触发另外一个再remediation 它是再媒介的使用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电影是漫画改编的 同时漫画因为它入门的门槛比较低 所以它还会触发很多人 将不同的漫画的图像做各种不同的改编 所以它允许各种不同形式的改写 这一点我是觉得是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 尤其当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的电影 都是漫画改编的时候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将来去思考的 或者是漫画跟动漫和电影之间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讲说 我刚才有提到《丑望者》的时候 有电影的运镜 那么他说电影的运镜跟漫画的运镜之间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这有几个层次来谈 那么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是漫画它在运镜上的使用 至少是我个人的研究当中 很多人都认为是受到好莱坞整个电影工业的影响 就是电影这个媒体的发展对于漫画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它确实是受到这样的影响 但是漫画跟电影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 它的技术层面的要求比较低 所以我画一个画框 我就这样的画 像刚才的那个守望者 我就连续性的画 它的技术层面比较低 所以它可以有各种 它不需要这种高科技的配合 所以它的变化反而更大 这个就是最短的时间我给他回答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 最后有一位一个老师 我觉得老师可能是刘老师 他想问 那他说我提到一个 漫画可以带出一些没有关系的关系 他想知道漫画是如何带出这些没有关系的关系 我的回应是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本身漫画 他在图像配置的层次上面 他已经帮一些东西拼凑在一起 使得我们自己 我们这些人阅读的时候 就会去问说 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就自己去问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是 真的是读者的参与 就是 聊聊这件事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 作者他本身的他图像的配置 第二个是读者 我们自己就会想要去帮这件找出关系 这个是我的很快的一个回应 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任何的疏漏 但是我目前记下来的问题大概就是这几题 在这短的时间希望都能够有回应 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 那这一场 这个场次是我们这个 从4月29号举办来 睽違四个月的第一场次 那我再次非常感谢张淑莉老师 跟蔡美老师来帮忙 那我想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这个场次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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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